把一些混住液体倒在地上 待地面干燥后 用锤子敲击剩余的粉末 两者接触的瞬间 黄色粉末顿时完成爆炸 变成了灰色 而这堆粉末其实就是雷酸拱 每句《绝命毒师》中 男主就曾用一块50克的雷酸拱 炸毁了整栋建筑 雷酸拱的威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它又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 其实在现实中 雷酸拱的粗制品 大多以粉末的形式存在 在浓硝酸中添加金属拱 可以看到两者会发生剧烈反应 生成硝酸拱和有毒的二氧化氮 所以该实验一般都在室外进行 然后将生成的硝酸拱溶液 添加到乙醇中 待白色烟雾消失后 整个实验就完成了 烧瓶底部的灰色沉淀 就是雷酸拱粉末了 雷酸拱作为一种炸药 它的威力主要体现在 其高敏感性上 画面中 雷酸拱粉末在接触到火焰的瞬间 就完成了爆燃 所以它一般被用来起爆炸弹 作为发射炮弹的先行官 雷酸拱在干燥状态时 即使是极轻的摩擦冲击 也能引起爆炸 所以撞针一碰 雷酸拱就能爆燃 更不用说用锤子砸了 但如果雷酸拱是潮湿的状态 可以看到用锤子反复敲打 它都不会发生爆炸 正因为此 雷酸拱一般被保存在冷水中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爆炸速度极快 约5400米每秒 其爆烘气体的体积 约为304升每千克 可以说作为点火装置 它的威力是非常大的 但也正是因为雷酸拱的不稳定性 所以在现代枪械中 它已经被更稳定的 连弹化钳替代了 其实说起一摔就炸 还有一个小玩意儿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那就是摔炮 不过它用的可不是雷酸拱 而是雷酸家族中的雷酸银 这两个东西的性质很像 但雷酸银的敏感性 比雷酸拱还高 画面中的雷酸银并没有干燥 可以看到在湿润的状态下 其依旧能被点燃 既然如此 它为何能作为玩具 出现在小朋友手中呢 把摔炮拆开 就能发现玄机 一张只包裹着一些砂石 还有一点粉末 这些粉末就是雷酸银 因为它的敏感性极高 所以只需微量的雷酸银 就能达到效果 不会对人体造成威胁